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上了三堂課都是站著上課 这个教室很好 还有椅子 那我订的题目是海流发电 那事实上我刚梁老师有讲 我有参与一些 我们国科会支持的 所谓的能源国家型计划 但是做的也没有很多 做的其实是比较多是 各位我知道有一些同学是 系工系造团系的同学 造团系的老师 那我就对于这整个跟 海流发电 那甚至里面其实还会提到 所有的海洋能源 也不只有海流发电 那赖利拉扎跟大家 做个介绍 那时间我就尽量掌握 让各位客户还有时间 可以写这些心得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类保持 温暖的这个热量 99都是来自于太阳 直接的就是太阳能 那其实风能水能生物能 这个跟太阳有关系 风水都是因为太阳而生成 生物能也是一样 那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是来自于 燃烧 燃烧这个石化燃料 像石油天然气 或者煤这些 那这些是我们 所谓商业的能源 现在全球来看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大概占百分之十六 使用再生能源的 以全世界的平均来讲百分之十六 其他有百分之八十几 都是使用这些非再生的能源 像天然气、煤、石油等等 那跟美国 美国是主要国家 它大概再生能源只有百分之六 它还是低于全球平均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我们更低 会更低一些 从1800年 这三百年来 现在才是2013年 还不到2100年 那整个能源 当然这是指美国 但跟整个全球趋势是接近的 各种能源的使用的变动 木头 木头 1800年 没有那么多能源 那就烧木头 木头是主要的能源 的来源 热能 来源 所以但是当然 随着时代进步 没有人烧木头了 所以慢慢 decay 那烧煤 它煤大概在工业革命时代 是最多的 蒸汽机 蒸汽火车 烧煤 它慢慢也会减少 那发现了石油 所以红色这条线石油 大概差不多已经在走下坡了 整个世界的趋势 那天然气还在增加 那各位最近热门的核能 从1960年开始 那大概不会到 你看它不会到很大 就不会占整个全球使用能源的很大的比率 大概百分之8 百分之9 百分之10 左右 然后也估计 它会慢慢会到 会衰减 那当然这是预估啦 现在已经到走到这个地方了 未来会怎么样 大家应该有机会 活到21 活到2100年是几岁 我应该活不到 那各位活得到2100年 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种情形 沿用大陆的这个画的图 这个比较清楚 各位油价 各位应该跟 跟各位是息息相关了 因为或许 大家都骑摩托车 甚至开车 那从1973年 从那个时代 一桶才二三十块美金 三四十块 一直到198 1999年 都还只是三四十块 突然就在2000年之后 几年的之间 涨到最高 148块 我记得是 140块美金 各位应该对这个日子 还记忆犹心 这个没有几年之前 2006 突然到100多 后来很快的 既然在 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图 自己也没有画 找不到一个图是完整的 后来在很快的时间内 大概在一年内 竟然又跌回40块美金 当然有人认为说 这个不是真的 世界上能源的需求 是因为炒作的关系 那我们不晓得 那它跌回40块美金 然后慢慢又再涨起来 到最近大概都是在 90 100 100上下 这个波动 这个是国际的原油价格 这个是国际的原油价格 那影响的就是国内的油品 这是今天的 今天又涨了两毛 现在是以大家加油 比较多加95了 35块 今天来讲 在当年2008年到140块的时候 各位如果有印象 那时候或许是已经进大学 或许还在高中 可能都有人要共乘 或者要做公共系统 大概开车 骑车就很省 那这个是整个过去以来的油的趋势 那这个不同的能源 它排放二氧化碳 我们以每个单位能源 排放二氧化碳的排量来看 大概是以烧煤来发电是最高 有百分之286 那还有一些合成油或瓦斯 那其他的油砂92 石油是比较86 天然气 核能当然是非常少的 但是也不是零 是非常少 这些能源大家都知道现在短缺 那我们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截流 用的省 比如现在上课 有些要关掉灯 或者改换成省电的灯管 LED的灯管等等 那另外当然很重要一个就是开源 那到底有哪一些 还可以开源呢 而且开源我们希望是可以再生的 所以有哪一些再生能源 我们比较常讲的大概是这五种 太阳能 风能 那风能包含陆地上跟海上的 水利能 地热能 海洋能 跟升值能 那我们今天讲的当然主要还是在海洋能里面 那在讲海洋能之前 我觉得有一些演讲 跳得很快 那我觉得 因为问了一些同学 有些对这些店的单位 对这些日常生活的搞不懂 搞不懂你后面就不太容易听得懂 一个发电机 100MW 它不晓得 什么是100MW 那到底是大还是小 搞不清楚 所以我想就在这个一开始 也跟各位 介绍一下 这些很基本的 如果你会的 你就当做复习 那店的单位呢 一般我们用度 用度来讲 那度就是千瓦小时 一个千瓦小时就是一度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也就是说 使用耗电量一千瓦特的器具 连续使用一个小时所耗的电量 这个叫做一千瓦小时 或者写一K瓦小时 那这个就是一度 举个例子 你如果像冬天刚过后 你开一个电暖器 电暖器上面 电暖器上面写了一千瓦 电暖器上面写了一千瓦 那你一个晚上怕冷 都开着 开八个小时 所以你就一千瓦 乘以八个小时 你就八千瓦特小时 你就用了 那一个晚上 你就用了八度电 那一个晚上你用八度电 你花了多少钱 那你就要知道一度电多少钱 对不对 我后面会告诉你 各位同学知不知道 一度电大概多少钱 四五块 差不多 等一下后面我们来看 那再讲一下 那事实上电的单位是交耳 不是那个度 就物理上是用的交耳 用J表示 那交耳很小 在日常生活上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大的功率做单位 也就是刚刚讲的千瓦小时 也就是度 那事实上一个千瓦小时 但是还有一个叫功率 是3.6乘以10的六次方交耳 所以物理上单位实际是交耳 只是我们方便起见用度 那刚刚讲的那个度呢 是一个电能的单位 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内 有时间的问题 一段时间之内 这个电力所做的工 那叫度 叫千瓦小时 但是还有一个叫功率 就是单位时间内 电力所做的工 有时候叫瓦特 叫千瓦 或Megawatt 百万瓦 这个就是你的电器上面写 这个电器耗几瓦几瓦 这个是功率 你乘以你花的 用的时间 你就得到能力 就得到电能 也就是多少度 所以这样大家同学都晓得了 所以你电软器或许不常用 但是你用的电脑 你看你的power是几瓦的 通常可能是200瓦500瓦 那你用多久 用几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 你用了多少度的电 那价格 刚刚同学 跟同学讲了 同学可以 当然猜的也没错 价格 有什么 忽大忽小 台电的价格是很复杂的 分成是营业的 或者非营业的 那非营业的呢 还分不同的等分 用的越少 缴的越少 用的越多 缴的越多 如果你用电 你一个家里的用电 是在110度以下 那我一度只收你2块1 如果你家里的用电是200多度 那么你超过111度的部分 我要收你3块02 如果你用的更多 用的400多度 我要收你超过的部分 要收你4.05 并不是说1度就4.05 就超过了331度到500度之间 就4.05 越来越高 OK 营业用的更高一些 营业用电比较贵 那还分这个是夏天 这个夏天 那这个是非夏天 夏天以外的时间 不是夏天 就冬天 这个当然还是便宜一些 OK 好 那我们 台湾的家庭大概用电用多少 你可以看 这个是统计啦 台湾的 我忘了写多少时间 民国98年 2009年的统计 1月份 台湾的 每一户的平均用电度数 300多度 300多 2月3月4月300多 一直到夏天 用开的冷气 所以到500多 所以大部分的家庭 大概在这里啦 大概会用到500 可能500多一些 多一些些 那 你的支出 你如果像1月份用350度 你只缴900块 2月份900块 然后到 9月份 10月份 缴1000 可能9月份 开冷气 缴1800 所以你这个是平均 所以你缴的电费 各位同学或许是住 住外面 电费都比较省 那你回到你的家里 你问一下爸爸妈妈 你缴的电费 你如果比这个高 这是民国98年的统计 但是我想母数很大 所以这个统计上的 代表性是不错的 那如果比这个高 那表示你家的用电 是蛮耗费的 要注意 OK 所以这个是电 所以刚刚讲的 你开个暖气 一个晚上8个小时 用了8度 如果你用电很省 我们用平均来算好 3块 那你大概一个晚上花24块 这个是这样 那24块好像不多 你买一罐饮料 就20几块了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一个月 你就多700块了 也不少 好 那我们再看看 跟时事有关的 台电 我们的台湾电力公司 我们现在全年 他发的电 发的电 跟买来的电 有2000左右 2017是2000亿度 那是不是指 全台湾一年 用2074度呢 二亿度呢 我给跟各位说明 不是的 因为这个是 台电要准备好 要提供给我们 台湾国民用的电 那通常这个 会有个余裕 比如说我多准备个百分之十 多准备个百分之十五 这个比率呢 现在就有争议 有人说 你不要这个 比率不要存那么高 大家紧一点 你就不用建核电厂了 各位你看一下 台电一年准备的电 发的电或买来的电 2000亿度 其中台电自己有的 他哪里来呢 他的水力发电啊 火力发电啊 核能发电啊 或者再生能源 大概分别占这么多 比率是这样 所以自己有的百分之七十六 买来的百分之二十四 这个买来的不是前阵子 又有点弊端吗 被監察院弹劾 说你怎么买贵了呢 买了不少 买了百分之二十四 就是明明的火力发电厂 气电共生厂 或者再生能源 好 所以 大概我们的一年 台电的生产的电 或者买来的电 再生能源大概只有二 跟百分之一 也就百分之三而已啦 所以非常少的 那这个就为什么 现在反核的人士认为说 再生能源的比率要提高 那提高我们还蛮有机会的 海洋能源 昨天还在报纸的头条 台大的教授写 黑潮发电是可行的 昨天的新闻 那这个一直已经讲很多次了 那可不可行 当然要做很多的基础研究 还时间不会那么快的 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知道 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 太阳能 风能 这些都比较成熟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电一年发2000亿度 核电厂 核一厂一年 核一厂一年你发很厉害 一年也不够就100亿度 核二厂155亿度 核三厂150亿度 这三个已经运作中的厂加起来 405亿度 占这个比率的19% 这个为什么反核人士说 你这个降低 你把那个被载容量 从本来规定的20%降到10% 那你就少了10% 少了10% 你核电厂就不用那么多了 这是他们的其中一个论点 正争议中的核市场 也就是只有212亿度而已 一年 所以这个是给各位一些数字 当然这些数字 你看到不同单位 可能会有差一点点 因为他们要算说 他们的比如说 他们的有效的发电效率是多少 会有一点点差 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 风能发电 各位常听到 这个风机 这个风机 是几个MW MW 什么是MW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常常 你各位喜欢用的K K在哪 K在这里 K就是1000啊 1000赫兹 1000瓦特 K就是1000 那Mega 就是百万啊 Mega 就是百万 那等一下 后面也用到Tera Tera 就是造 10的12次方 两个百万 两个百万 10的12次方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各位常常 包括我也很少用到的 G有了 我们现在都整个GIG 你的硬碟是几G的 几G的 是10亿 所以几个 这个风力发电 几个Megawatt 就一支风力发电机 它的功率 是100万个瓦特 那我们来算一下 那100万个瓦特 发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假设一年只有65%的时间 不是全部都发电 只有六成五的时间 有发电 那这样一支 100万瓦特的 可以发0.06亿度的电 倒过来算 16支就发1亿度 那你要发核能发电厂 200亿好了核市场 200亿你再把它乘以200倍 那就是3000支 3000支有没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路上跟海上 我们现在台电就有计划 在中部的海上盖1000支 它一个计划下去就是1000支 更何况还有路上的 当然3000支是蛮巨大的量 但是呢 是不是一定要3000支 不是的 1MW的风力发电机 早就快要是落伍了 3MW的早就出来了 甚至以后会有更大的 5MW的 那如果5MW5倍 那你可能只需要 刚刚说3000支 那只剩下600支 也就是600支 就可以替代一个核市场 所以这个也是 反核人士一直有一个讲法 说你没有去做啊 你就设置600支 难吗 这个也不会倒下来 你也不会那么倒霉 被压死 那核电厂爆炸 大家都完蛋 这个都是他们的论点之一 就风力发电 或者其他的再生能源 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还很多问题了 好 那我们就回到海洋能源 来看 那有这些 有用潮汐 各位这个是潮汐喔 就潮位的高度 那潮位的高度 我们后面还有讲 那用波浪 波浪去推动 去推动这个 它的载具 让它运动 跟波高跟桌起有关系 有波浪能 潮汐能 还有今天要讲的海流能 海流能就是海流分两种 一个是洋流 就是像黑潮 或者墨西哥湾暖流 这一种自古以来不变的 很巨大的流 这一种是洋流 另外一种是潮流 是潮流 因为太阳有长落 所以当地球的某一边水位 涨潮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水一定会流向水位比较低的那一边 那就是就产生了潮流 所以潮流一般来讲是往复的 早上这么流过来 等一下就会这样流过去 流过来 流过去 所以有涨退潮 那利用这种涨退潮的流动 来带动涡轮机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有潜力 你看它的计算公式 这个能量是0.5low low是密度 是这个流体的密度 lowAV三次方 潮流海流发电机 是这么算它发电的能量 风力发电机也是一样的公式 low就是流体的密度 A就是它的面积 V就是它的速度 风速、流速等等的 好 各位关键在这个low 密度呢 密度这个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900多倍 所以它的size 如果发同样的电 风力发电机 在陆地上或在海上 一只搞这么大一只 在海底 再靠流来推动 它只要这么小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从先天上海流 就有它的优点 就有它的优点 那同样一个1MW 在1MW的一个风力发电机 在陆地上海上 它需要的散业要55公尺 半径这么大 在海上只要16公尺 好 OK 那一般来讲 确 缺点就是说 确要推动它 确要一定大 大概要2米以上 我们认为 一般认为2米以上 比较有开发的价值 1秒跑2米 这个流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 一些 概念 海里面的流 我刚刚讲的有潮流 有洋流 海里面的流大概是多大 黑草大概是多快 黑草一般我们量测的结果平均 大概1.5 1点多啦 不会到什么2点 2点多 就是某些地方有2点多 某些时候有2点多 会不会到3点多 4点多 几乎很少啦 平均大概1点多 那 潮流呢 一般的潮流 大概0点几 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做 一定要找到一些流 比较强的 那我们后面会讲 有一些地方 因为地理上的特征 它流也蛮强的 那就足够有开发的价值 还有是不是一定得要按照这个规定 大于2才有开发价值呢 也不是 这是一个 这个 大致上的一个想法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 它的启动流速 它的效率提高了 可能到1点多 它的效率也不错 所以这个会改变的 那因为越来越多人投入研究 这个东西会降得越来越低 如果各位 你可以发展出一个潮流发电机 海流发电机 0.3米每秒 就可以动 就可以发电 那我跟你说 你就不要念数 你就发了 那现在大概还没那么低 大概都要1点多 才会动得起来 好 那刚那个是海流发电机 我们后面还会再说明 那温差呢 什么是海洋的温差呢 海水表面受到太阳照射 所以海水面是比较温暖的 海底没有太阳照射 所以海底是比较冷的 当这两个的水的温度如果相差 一般来讲相差20度以上 20度以上 它就有了温差发电的潜力 它是怎么做呢 透过冷水热水 冷水把一些蒸气给凝固 热水把它给蒸发 透过凝固蒸发凝固蒸发 去推动温轮机 那这个凝固蒸发 一个是冷水就海底的 一个是热水就海面的 所以设这样一个机制 又靠这个冷热水的循环 去跑出蒸气 推动温轮机 离岸风力发电 我看到你们的课程有 我们请我们原发长来讲 离岸风力发电 那应该很精彩 那这个是目前 世界上我想再生能源做的 除了太阳能之外 应该做的最多的 那我们的政府也 规划要做了几千支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是不是会这么做 那在欧洲都已经做很多了 丹麦 英国 等等的 都好多了 这是事实 这个都照片 实际的照片 不是示意图 后面等一下 各位今天会看到 非常多的构想图 示意图 因为很多都还没实现 那这个离岸风力发电 是已经实现了 在国外就已经实现了 好 那全球的海洋能最多的 像你可以看得到 波能 温差能 都是很大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潮流能 Current 大概也就八个TeraWatt 那这个我这边强调说 潮泰的跟Current 这不一样 潮细能跟潮流能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等一下用后面例子来讲 那风 看全球的分布 你就知道哪个地方 发展风能是比较好的 在西风带 都在西风带 所以英国是很棒的 北欧这个地方是很不错的 但台湾事实上 大概也不会太好 那波浪能呢 以全球来讲 这个数字指的是 每一个单位长度 就每一公尺 可以发几个千瓦 那你可以看 比较多还是中纬度跟高纬度 台湾这边 先评估起来大概十五二十 那这个是从全球的尺度来评估 那它的很大的scale 那某一些局部 总是有比较好的 就这个记得 这是一种全球的平均 但是总是有一些局部 是还不错的 海流呢 你看这个全世界 有这些固定的海流 动来动去 这些都千百年不变的 温差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温度的分布 地球上温度的分布 赤道附近 当然水温很热 所以这个温差能 最好的是在哪里 在赤道附近 那我们的地方好吗 还可以 勉强还可以 那赤道附近是更好 因为它表面水温 跟深层海水的水温的温差更大 温差更大 发电潜能就更好 好 我这边第一个讲 发电的原理 第一个讲的就是 这个潮细能 潮细能或潮位能 它是透过涨退潮 涨潮的时候 水会灌进来 那灌进来的过程中 这个 这边有个温轮机 推动这个温轮机去发电 退潮的时候 它这个水池水流出去 又推动温轮机 所以这温轮机是双向的 涨潮退潮都会推动这个温轮机 这个是透过水位的这样子的推动 所以要有这样子的地方 你一定要围起来一个燕 就先围起来 然后涨潮的时候 就像我们的澎湖 那个什么石户那样子 围起来水进来 退潮的时候水流出去 所以透过水进来 水出去 推动温轮机来发电 这个是潮汐 潮流呢 潮流就是透过流 透过流 各位 水位高低变化 你是看得到的 到海边你看得到 现在涨潮退潮 坐在那边做一段时间 你看得到 流呢 你是看不到的 流 除非流得很快 表面有特殊的征兆 不然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 我们就透过海上的流 那去推动温轮机 就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是水平式的 这样转这样转是水平式的 绕着圈圈这样转的是垂直式的 你就看它跟海流的方向 跟海流的方向 是水平或垂直的 还有这种所谓的震荡水溢型的 还有这个温室消运型的 这个都是海流发电机的种类 那波浪发电机跟刚刚那个潮汐的很像 但是因为波浪是动的 潮汐是慢慢起来的 所以波浪动的是怎么样呢 波浪进来 那这边 这个可能是海边挖一个洞 波浪进来就把水推进来 所以有一个推的力量 那推的力量是水去带动这个温轮机吗 不是 是空气 水推动空气 空气推动温轮机 这是一种 还有波浪过去的时候高低 波浪的高低造成压力的不一样 所以你在海底设一个 一个这种可以依根据压力的变化而 蹲下来站起来的东西 所以随着波浪过去 波浪到的时候水会比较深 所以压力比较大 它就压下去 波浪过去变波浪了 它又抬起来 所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 这样就可以带动温轮机 各位只要有洞 就可以带动温轮机 那放在水底的 或者放在海面上的 浮过去就飘起来 波浪来就沉下去上去一下来 高高低低就会发动 或者有一个东西可以这样折着 就在波浪的两侧 波浪来就折起来凹下去 折起来凹下去 它也会发电 或者干脆在海底的后面挖个孔 让水 海波浪来的时候慢过来 水冲下去带动温轮机 下一个波浪慢过来 冲下去带动温轮机 或者这一种撞击式的 也是都利用压力的原理 过去的时候它就会 以过去波浪来就弹回来 过去回来 过去回来 这个我们说的Oyster式的 等一下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温差发电 跟刚刚讲过就不说了 时间的关系 各位看一下整个全球的分布 这个是不同的Tidal Bridge Tidal Bridge 这个潮位发电的这种水池 建几个 然后潮流的发电机 波浪的发电机 温差的 跟延度延差的 大概还是以波浪的比较多 最多的就是英国 最多美国 加拿大 挪威这些国家 那你如果看是哪一些种类的话 你看到比较多的是 这个蓝色最多的就是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每一个发电机 每个海洋发电系统 要到海上 一定要经过这几个方式 一个就是概念性的设计 只有个想法 各位你有概念性的设计 你就可以申请专利了 专利不是要做出来的 有概念你就可以申请专利 然后呢 在实验室的水槽做实验 然后呢 到海底做部分的实验 然后到海底做Full Scale 完整的做海底的一个测试 然后呢 再进步到商业化之前的一个阶段 商业测试 那最后就是商业产品 一定要经过这些程序 最多现在发电的波浪 潮流等等的 比较多的大概都还在实验室里面 都还在学校里面 还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 还没走到真正的海底 比较偏少 你看这个浅蓝色并不多 也有了并不多 全球几个例子 这个当然资料比较旧 2009年 现在是更多了 那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做的这个 跟系工系 跟海洋系 跟这个合工系 跟合作 做的潮流发电机 已经到 Part Scale 在海边的测试了 但是因为后来去年就要去年结束了 没有钱了 以后有钱 继续做Full Scale 没有那么快的 但是慢慢的 这整个程序 花个十年十五年都不足为期 这个是潮流发电机的发展概况 所以靠着涨潮水流进来 退潮水流出去 所以你看看 这个是法国的 你看建了一个柵栏 把整个河口的水挡起来 涨潮的时候进来 在水下就有涡轮漆 退潮的时候出去 在水下就有涡轮漆 那这个做的很早 甚至1966年就有围起来 因为这个激素水平 比较低 只要把海 把河 把河道 把一个系湖围起来 就可以做了 那一般来讲 认为潮差要大于四米以上 甚至有人说六米以上 才能围 请问台湾有没有 台中潮差是有到四米 但是台中要围哪里呢 就我们没有那个地形可以围 没有那个地形可以围 所以这个都要配合的 不然你如果要凭空围出来 你花的成本就比较大 最好是配合一些 现有的天然的地形 就會容易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 没有任何一个潮汐 潮汐或潮位发电 这是法国 你看这样围起来 退潮就流过去 涨潮就进来 这个都是 潮流发电机 有好多 好多 这个仪器 好多设备 那 根据像这个有 Blue Energy Sea Flow CGIN 各种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 这个MCT 这是英国 国家所扶植的一个公司 Marine Current Bine公司 海洋温轮 这个海流温轮器公司 那他们做的这种 坐流式的海温轮器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假的吗 这是真的 大概后面你很少看到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我们国内好多 学界政府界都到这里参观过了 在海上打一支桩 用两个好像电风扇一样 那海底不能拍嘛 所以海底这里是画的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真的 站立在那里的 那已经在测试了 那我们本来的设想 也是希望可以做这样一根 不过这个 你也可以想象说 这个经费有多少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一定要做很多测试 这个已经到长期测试的 这种阶段 那Open Hydro 艾尔兰的公司 那做一个像这样 你看这个都是画的 这个有做了 这个都是画的 那这样流过去 这个测轮就转转转 这是走流式的 Open Hydro也是一样 走流式的 那这个是在E-MAC E-MAC是E-MAC是英国欧盟的海洋能源测试中心 好 那我们学校 和工系 张肖一张老师 也在推动海洋能源测试场 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各位就在你后面 距离你们最近了 就在我们门口这个海域 那就是希望仿造 E-MAC 欧盟的能源测试中心 海洋能源测试中心 一样的做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测试场 这个测试场环境是不错的 波浪也蛮大的 那海流也很强 那希望国内学界政府 或者民间机构 你如果研发了海流发电机 你拿来我这里测试 我帮你测试 我有做很好的infrastructure 就是一些基础测试 缆线都拉好 什么都弄好 平台做好 你就拿来这里测试 那测试好了 我还可以帮你认证 你经过我海洋大学 海洋能源测试中心的认证 那你就有代表一定程度的一个可靠性 不是大家讲了算 所以这个是 O-O-E-MAC做的事情 那我们海大也希望来做这个事 那一样这些都不简单 要国家支持 那经费要足够 所以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 那这也是 这个Luna的一个发电机 都放在海底的 各位不会那么好的 这个东西多大 这个直径我现在这边没数据 一个Megawatt 我估计至少有个 这里有写15米嘛 各位15米的直径 一个这个东西有多重 放到海里 它会不会站得这么好 会不会是平的 会不会是歪的 会不会放下去倒了 这个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这是两个飞机的 这都是发电 潮流发电机 那Blue Energy 是放在桥墩下面的 以上是潮流发电机 那波浪发电机更多了 有人说啦 波浪发电设备 是研发者 或者是发明家的天堂 各位你看到很多 你看到画的画的 这是真的 这是画的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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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大部分画的画的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画的 也就是都只是构想 那这些都有专利的 所以你有一些 昨天不是有个新闻 画漫画那个 有一个画漫画的 有漫画家 也发明了波浪发电机 我相信他有个想法 但是他应该是 比较少经过计算 分析的 就是这个你可以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就可以去发明一个 波浪发电设备 去申请专利 那只是看人家买不买 但人家用不用 那非常多 那这边几个是 真的有见的 这个是比较有名的 Limpat 这个在20 我记得好像 2000年嘛 他就建了一个店长 在岸边 波浪一来 冲进去 那水推动空气 把空气推动这个 涡轮机 带动它去发电 这个是有的 那最有名的是这个 Promise 这个海蛇 海蛇 长得像蛇一样 在海上 这个是真的 在这个 葡萄牙测试 但是后来失败了 因为它进水 那这个测试 各位这个好大一个东西 你要研发这个 要拖出去测试 在海上测试 这个投资者 已经花了好多好多 几百万几千万欧元 看能不能撑得住 撑得住测试成功了 以后这个市场 它大概 这个占有领先地位 但是听说很可惜的是 它们好像撑不太下去 所以不晓得 现在是故障 不晓得还会不会 布放 不清楚 浮球式的 根据水体的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可以发电 Oyst式的 刚刚有看过 在海底 就像Oyst就是这个棒壳 压下来 压力变小了 要弹回去 压力大的压下来 弹回去 压下来 弹回去 透过这样来发电 这个是棒壳式的 浮标式的 Aqua Bowie 浮标式的 上上下下的洞 来发电 那以上是 只是提到几个波浪发电机 温差发电机 比较有名的是印度 它们做了一艘船 然后上面有取水管 去取水 冷水管 取下面的海水上来 表层有热水 所以有海水 有热水 那这种交换器 就放在船上 那就这样发电 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国内也有人提出 这样子的做法 为什么呢 我不要在岸边做 我在岸边 台湾虽然岸边很快有 东岸 很快有很深的海沟 可以取冷水 但是效率也不是那么好 大家想的是最好的是什么 我坐一艘船 我开到哪 我开到赤道的公海 开到印尼附近 公海喔 没有人管我 我就开始放冷水管 开始取冷水 还有表层 赤道很热的热水 发电 那你说 那你老是开船 开到赤道 发电给谁用啊 難道大家还开船 就变成海上加油站吗 不可能 当然他们有想法 那想法是什么 这些发电呢 利用这些电能 把这个海水 或把水电解 变成做成液态的 液态氢 或液态的东西 存起来 以后呢 配合汽车 以后汽车呢 就放一个燃料桶 燃料棒就是这个东西 反正它运运运运够了 船在那边生产 生产过了 就回来交货 再去那边生产 可不可以可行 好像很科幻 说不定 20年之后会这样子 这个时代科技进步的很快 好 台湾我就跳到我们 我们参与的那个计划 波浪的部分 在国家也有 我们学校就是 刚刚提到 张晓一张老师 中山大学都有做 那工研院是 目前这个做的最多了 我这个投影片 有很多的投影片 都是工研院的资料 那他们也做了吸收 吸收式的波浪发电机 在 就在我们 和工系的水槽做过试验 那很快的 应该在今年 就会在海大的门口出现了 所以 你如果看到的话 你应该可以 参与 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参与的计划 是这个 能源国家型计划 这个 海湾海域 潮流发电的 这个 发电系统的雏形 跟原化技术 海洋大学 那台大跟中山大学 也各有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是做哪里呢 各位 各位你现在在这里 海洋大学 和平岛在这边 对不对 你在我们海大 就可以看到 外面的基隆雨 基隆雨在这里 基隆雨 离你现在站的地方 大概四公里 多那么一点点 那基隆雨 直接离 基隆港 大概是直线距 大概二点多公里 那 你看这个地图 是水深图 这水深图 颜色 这个越上面 红色的地方是越深 蓝色的地方是浅 这边也有等深线 那 你看这个 浅蓝色浅蓝色到这边深蓝色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 这是基隆雨 是和平岛 或者这边是基隆港 基隆雨到基隆港 中间有一个 我们所谓的海坎 什么叫坎 各位你现在这个平台啊 这个 司令台上 这个就是一个坎 或者各位家里 以前老旧的家里 那个门前 有放一个门坎 那就是坎 你要跨过去了 不然你会摔倒 你要跨上来的 好 这个就是有个海坎 从海底上 海底地形 我如果从这边 从这里切一个断面来看 它是这样子的 从这边很深 那突然变浅 然后这边又变深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每一次涨退潮的时候 涨潮水流是从 涨潮是从我们的海洋大学在这里 从我们的东南 向西北流 这个地方的涨潮是这样流 退潮从这边流 倒过来这边流 涨潮 各位你想像一下 涨潮的水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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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这个 碰到这个海坎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当然要绕过这个坎啊 它又不能把它冲垮 所以一绕过去 通水面积变少 速度就加快了 所以这个海坎上面的流速 我们量过最高到将近六节 到三米每秒 各位刚刚 我才跟你讲过 海的流速 潮流流速一般就零点几 黑潮平均也就一点多 那瞬间最大二点多了不起 这里有道快要到三 是十几两道的哦 所以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 潮流发电的一个地方 而且每天都有 它不会生气的 不会看像太阳有时候没太阳 风有时候没风 这个潮流不会停的 潮流停了就惨了 所以这每天都有 所以这个我们就以这里做实验 我们去研发发电机 系统系统系的客用者 柯老师 那我们做一些调查 做模式 所以这模式的分析的结果 基隆于 这个是岛 这我们系 柯耀才 柯老师做的结果 你就发现 果然不错 在这边流速非常的大 流速非常的大 这个是立体的图 你可以看到 就像一个海底山一样 流速非常大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可以我一边放一边给你看 这个是基隆雨 我用摄影机 用照相机拉比较近 你看到一条白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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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我们做实验 从一边一直 已经开了一段时间 往往 垂直海坎往另外一边开 你可以看到海上出现什么 你不想没有注意到 再稍微重来一下 看一下海上有什么变化 你有没有发现 在你的 在船的这边 在前面这里 这个海 毛毛造造的出造度比较高 有一些小波浪 有没有 你现在继续开 不是你开了 我们继续开 慢慢开 有没有发现没有了 几乎没有了 还不会是平的啦 就毕竟不是金子 但是几乎没有了 往回头看一下 那边在这边 这边大概在边界 几乎都没有了 你看很平反啊 刚刚那里 知道为什么吗 但是我认为它应该是金子 我认为它很大 说的 你不是自己的 唯一说 这是什么 这边是因为 水分是你 那边就是 但是我们是 那边就是 这个含生地 往侯向西北开 我們那個是從東南這個基隆嶼 從東南向西北開 所以看到這邊是毛毛躁躁的 那一邊是平的 那就有一個交界面 所以你從遠處你站在黃坡堤上 偶爾看得到 因為角度太斜了 你跑到那個叫什麼 旺幽谷比較高 這個叫旺幽谷拍的 你就很明顯可以看到一條線交界線 當你毛毛躁躁在這邊的時候 下次你跟你約了女朋友男朋友 去那邊談心的時候 你就跟他講這個 保證他會扶你的 你說你看那邊我告訴你 我都沒有偷看網路 還是偷看氣象局的 現在這種情形就是在退潮 信不信不信 不信他馬上連3G連上網路看 氣象局網頁沒錯在退潮 他已經扶你 你要跟他講更多 因為下面有個海坎 退潮的時候水從那邊流過來 水從這邊流過來碰到海坎衝上來 所以衝上來 衝過來的後面這邊是毛毛躁躁的 那邊因為速度退潮速度很快一來 所以那邊是平的 所以剛剛那個情形是退潮 倒過來這個會倒過來的 漲潮的時候這裡是平的 後面是毛毛躁躁的 但是總是會有一個交接線 OK 這個跟海流發電沒關係啦 但是你可以去跟同學 不知道同學他就覺得你很厲害 OK這個沒什麼 就是一般的這個潮流的狀現象 所以這個海坎就讓我們可以很好的發展 那個潮流發電的地方 那我們當然當初寫了一些理由 什麼理由 你看這個地方潮流可以到六截 三米每秒要嚇死人了 那水深從十米甚至更低到五米 到六十米都有 你要把儀器放在深海放在前海都可以 這個地方離必沙港只有兩海裡 你要積聚要船隻要維修 颱風時候要幹嘛要拖回來 通通很方便 跟海博館又可以做教育推廣 然後呢 這個 我們又可以把這個店拉回來 你說給基隆雨 就可以創造所謂什麼 綠色島嶼 它都沒有沒有汙染的 你要拉回來到基隆 基隆也住很多人啊 和平島也有用 你要真的有用也有用 要觀光也可以設了幾個 以後 現在不是海博館開了嗎 以後在基隆港 聽說會有船接駁到海博館 接駁到海博館的時候 繞到那裡去看一看 潮流發電機 那不是很好嗎 然後再繞到海博館來 那你看只要兩步直徑 13.5米的發電 的潮流發電機 就可以有一個MW 很多啦 那我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這個想法到現在沒有實現 到目前也沒有辦法實現 因為還沒有拿到計畫 在這個海坑上 就打一根像剛剛英國那樣子 然後下面設兩個發電機 發電機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柯教授做的 那當然它是在實驗室裡做的直徑只有75公分 那你直徑到13.5米 就可以發那麼多電腦 這是實驗室的模型 那下面放兩個發電機 然後可以上面打個裝 離開突出水面 然後上面寫什麼呢 各位金門的山上寫的什麼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那我們這邊開始寫什麼 我們校長的口號叫什麼 什麼活力 什麼海大躍進活力什麼東西的 很好的宣傳 光光的 但是更大的那當然不是開玩笑 那個是一個效益啦 一個一個一個它的額外的效益 更大的是有這樣子的設備 我們就可以一直做研究 看看它有沒有震動的問題 對海生物 這個魚跑到那裡會不會繞過去 還是都被渦輪機打死 還是那個渦輪機有沒有震動 受到颱風時候的反應是怎麼樣 等等的很多的可以做的一個效應 那這是我們的計畫 但是我們只做到這邊 只做到說把這個渦輪機設計出來 發現效率也可以 然後這個機器已經放在這個海上 放在這裡測試了三天 三天就花了一百多萬台幣 那就結束了 那正積極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還有在這邊還可以繼續做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做的 那這是什麼呢 我大概在五分鐘之內把它結束 這是什麼 這個是台大的一個教授 他的構想黑潮發電機 各位構想很多人都會畫思議圖 很多人都會 各位這不是思議圖 是實際的喔 這都實際的 這個是思議圖 海上放很多網子 這網子不是漁網 這網子是很粗的鋼籃 很粗的說不定比你的大腿還粗的鋼籃 每個節點上面就綁一隻 綁一隻渦輪機 那海流過去 所以它就有點像什麼 放風針 然後就有三個 還可以三串 這樣 那這個放在黑潮 那這個是我借用它的投影片 那基本上我自己也不是太覺得太可行啦 各位可以想一想 也有像這樣的想法 你看放風針 這畫得很像科幻片 那能不能實現呢 不能說它不行 但是我想有非常非常長的路要走 如果能這樣那就太棒了 這太多問題了 這怎麼做 那它會不會像你講的這樣子 這太多問題在這裡面 這是放在黑潮 那也有提出一個口號 其實你算一下就知道 你看這個可以放幾百座耶 那黑潮從南到北有幾百公里耶 對不對 那一座不要說什麼一MW好了 一座0.3MW 三座三支渦輪機一個MW 那海那麼大可以放多少 所以口號是什麼 只要發展 只要開發黑潮發電 台灣都不要有核能發電廠 聽好不是說核市場不要而已 核一核二核三也都可以關掉 還有更多的 其他什麼火力發電廠 什麼什麼什麼通通都可以關掉 非常好的一個遠大的一個夢想 但是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好那看一下這個 這個字怎麼唸 有沒有中文系 我們學校有沒有中文 這個唸 唸售變價 這什麼東西呢 我們的再生能源 現在我們的再生能源法 政府也就指台電 一定要幫你買 一定要的 所以你才會聽到 有人說南部的什麼屏東 臨邊的居民 有些以前養魚 那八八風災被吹掉了 結果就現在種電 有沒有 我其實去看過 但我自己因為開車經過 沒拍照片 他們真的他們的餘溫上面 全部都是太陽能板 很壯觀 那他們算過 大概十年可以回收 十年回收也不夠 十年之後會繼續做算 那因為它 最近太陽能發的電 政府要給你買 通常規定 有些什麼 這樣子規模的 一度這麼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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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開始我講 台電賣的 這邊一度大概 就兩塊三塊 那在那邊買這麼多 台電賣的 對呀 從賺錢的角度去 但是從 國家發展 在那裡 所以現在 你稍微看一下 太陽能 幾度大概 中國家 一八塊 那 通常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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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比較少 一般 一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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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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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 二十四 fabrics 哪 怎麼沒有海洋能 因為 因為 這拉就是 好 等它在這出來 海洋能 潮流發電 一度 差不多 Smells 61 好像 有沒有人會去炒入 激動 管你 還有 我就 全項出來 還有 所有人 都不用做這些 代者 家 所有人會怎麼看 發展債生能源 發展多長 會去銷銷 所以很多人 有這些企業 尤其是烏烂的 像重點 重張 採電 採柵這些 他們開放了什麼 所以他們不定會去 推動 直接在這裡 因为他给自己打 后来以后 会定一个国家 国际上会定 台湾是一个台湾多长 那国家分下来 台湾多长 台湾多长 代表他的病毒 他的发生 所以他一定要去 马上一起来 去调 国家来 去调 他都不变得 所以他不变得 所以他不变得 他不变得 所以他 只要他的 他的 或者他 他卖 所以说 卖 所以说 好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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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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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